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爸妈就我一个女儿 我三岁不到 两人就去外地了 一年算上节假日 也就回来两到三趟 我算是跟着爷爷奶奶长大的 都说隔代比较轻 更何况我爷爷奶奶也不重男轻女 所以对我真的是很宠的 我爸妈呢 因为都没怎么照顾我 所以对我有愧疚 没有其他办法 就只能是每月给我很多的零花钱 所以我就对物质没啥概念 我缺的真的就是那点暖心的话 这样家庭环境成长的我 在性格上被宠坏了 很任性 现在可以说 固执到无理取闹 只能说万幸 除了这个之外 我倒没学坏 我和张浩算是同学 一个大学的 但不是一个专业 有时候可能是缘分吧 本来可能不会遇见的我俩 因为一次学院的活动认识 得知两人是来自一个城市的 自然就亲切了很多 后来 活动结束后 我俩也没断了联系 张浩长得挺帅 又能说会道 和他在一起 我是真的觉得很开心 后来第二个学期 我俩就确定了恋爱关系 恋爱中 他确实对我不错 不管我多任性 他都会包容我 所以 在我心中 和我就没说过多少话的我的爸妈 那些不同意的理由 我自然不会放在心上 即使我爸说 他是看中了我家的条件 因为我一开始就说得明明白白了 但我死活不信 大学毕业后 我俩都留在了这个城市 我是因为我爸妈公司就在这边 我自然是要留在这里的 而他呢 在我面前表现得很为难 说他妈妈一心想要他回老家 但他舍不得我 舍不得这段感情 最后 他也留了下来 我当时还挺感动的 觉得他为了我做了妥协 可我最后才意识到 他只是在演戏给我看 他对我的感情一开始就不纯粹 毕业后 我去了我爸公司 张浩一开始没有 因为我爸妈不喜欢他 但后来毕业后几个月了 张浩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工作 心情很低落 说自己没用 连个工作都找不到 我想他可是为了我留在这个城市的 虽说我爸不让他进我家公司 他也没不高兴 我觉得委屈他了 我开始和我爸妈闹 最后我爸见我铁了心的 非他不嫁 只能是妥协了 张浩很快就进了公司 和我在一个部门 算是从头开始慢慢的学 这样就过了差不多一年 我俩感情还是挺好的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 我爸妈可能还是对他有所保留 公司很多事情还是会避开他 后来张浩妈妈就来电话 催我俩结婚了 说年龄不小了 早点结婚生个孩子 我们还能帮你们代代呢 我爸妈也同意我俩结婚 后来就双方约了个时间见面吃饭 算是谈婚论嫁 我以为这次谈婚论嫁就是走个过场 我妈因为公司的事临时出差 我们也没赶时间 想着我爸去就成了 我爸知道他家家境一般 虽说一开始就不喜欢张浩 但都到了谈婚论嫁了 也没想着为难他家 提的彩礼也好 婚礼也好 真的是普通的水平了 结果他妈妈一脸的为难 最后说了一堆自己不容易 说彩礼就给一万 我爸虽说脸色不好 但看我还一脸的幸福 终究是妥协了 说一万就一万吧 反正给多少彩礼 称的也是你们的面子 这事本来也就过去了 结果准婆婆开始问我嫁妆了 这让我也开始反感 你说你家条件不好 只给一万的彩礼 我可以理解 毕竟我家也会给我带回去的 但不想多给彩礼 却关心我们多少嫁妆 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我看了眼张浩 他表情没啥异常 我的心开始往下沉 我爸努力的压下了火气 说不想看着女儿租房结婚 到时候会把几个月前买的房子作为陪嫁 给我们当婚房 准婆婆等了一会儿 见我爸没再说话了 问了句 这就没了 我爸目瞪口呆 缓了一会儿说 你还想要啥 正尴尬的时候 张浩拉着我走出了门外 问我说 你爸是啥意思啊 这你一个女儿 又不是没钱 咋就只给你陪嫁一套房子呢 这话一出 我瞬间意识到 这门婚事泡汤了 我看着他说 你家就给一万的彩礼 怎么好意思 嫌弃我家陪嫁一套房子太少呢 他拉住要走的我 用他一直以来 用来哄我的语气 说了很多话 我没仔细听 反正 大概意思就是 我家就我一个女儿 早晚都是我的 何不现在趁着结婚 多问爸妈要点 这样咱们一家人的日子 都好过了 我笑了 说道 你说的一家人 是包括你妈 和你弟弟一家吧 算了 这婚看起来没发结了 我回去了 说完我就走进包间 拉子我爸走了 路上和我爸说了 张浩和我说的话 也说了自己想分手 问爸爸会不会觉得草率 我爸笑着说 他庆幸 张浩没有等结婚后 才把这点心思露出来 不然到时候 受到更大的伤害 可能他以为你非他不嫁了 不会出啥差错的 一路上张浩都在给我发信息 有道歉的 你有质问我 耍他的 但我就回复了他一句 分手 然后就拉黑了他 我知道 我肯定要和他说清楚的 另外 公司他也不能呆了 但还是等明天吧 今天实在不想再见他 我和我爸到家的时候 我妈出差刚回来 见我俩脸上没有喜悦之情 问我爸咋回事 我爸说 婚礼取消了 我妈愣了一下 和我确认 女儿 为啥婚礼取消了呀 我拉了下我妈的手说 他说 我家有钱 为什么只陪嫁一套房 这样的男人 我不会嫁的 我是喜欢他 是任性 但还是有原则的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